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总台央视记者林州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州常乐机场海关的旅检现场监控室 大家可以看到通过我身后的这些监控大屏幕 就可以看到入境的这些旅客在下了飞机之后 是通过怎样的一个现场的检疫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旅客 它是通过从美国纽约的航班来到福州的 那这个航班呢大概在五点四十 也就是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之前的话 是已经降落到了咱们的福州常乐国际机场 那现在的话我们看到这些旅客 已经是逐渐的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现场 来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检疫的工作 那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这个航班呢 那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 它是口岸重点防控的一个国家 它的特别是纽约的疫情呢 是相对比较严重的 而且呢在之前从纽约飞往福州的这个航班上 在之前的航班呢 是有在这个旅客中检查出确诊的病例的 而且啊相对于其他的航线 这条航线确诊出病例的这个可能性 相对来说较高 因此这一次的这个航班呢 也会被列为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航班 所以我们看到咱们的防控人员呢 都在现场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那这次这个航班的旅客再加上 几乎机组人员的数量是大概是200多名 那这样的一个数量呢 也给咱们的现场工作啊 是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那我们在今天呢就会带着大家来通过每一个步骤 了解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系列的一个防护的一个工作 来严防输入 来把我们的疫情挡在国门之外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福州长乐机场的海关的工作人员姚梅 来为我们介绍 我们请姚梅先给我们打个招呼一下 各位观众你们好 谢谢你们来到长乐机场 好的 那我们现在是看到了咱们的这个整个的监控的画面 其实分为了很多的区域是不是 那我们其实咱们的旅客是从飞机上下来的 那第一个从飞机上下来的这个监控的区域是在哪边 是这边吗 我们从飞机落地到靠桥 来自重点国家的航班都是指定的机位 因此第一个环节应该是我们海关旅行登陵检查的第一个环节 就是咱们这个五号机位 五号机位其实现在是专门画出来 给这个入境的航班还是说是重点国家的航班呢 重点国家航班 重点国家航班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已经有工作人员在这门口 这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对吧 对 那是不是有些工作人员在此之前已经进入了 我们看到有一些旅客已经出来了 他们背着包 那是不是有些工作人员 他们之前已经是进入到了咱们机舱进行一些工作是吗 对 海关队来自重点 疫区重点国家的这些航班 采用百分之百登陵的一些工作要求 因此在到达我们航班到达的时候 首先要对开舱门的第一个对机主人员要问询一下机散的一些情况 第二个上了飞机 好我们现在先看到了这个画面 是我们之前是前几天的一些国际航班 它降落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登上飞机进行登陵检查的这样的一些画面 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登陵的画面的话 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及时的进入到机舱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几天的工作 咱们这个进入机舱之后的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会是些什么呢 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是对村务长了解一下机舱在飞行途中有没有异常的情况 第二个登机之后将通过我们的那个播报的这个方式 再对旅客在旅途当中有没有情况也做一个申报和咨询 第三个对于我们风险排查过程中间有一些高风险的这些旅客呢 进行体温的一个再检测和一些行程和旅行史的了解 其实主要就是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些旅客的一些身体状况 旅行史的一些状况 然后核对一下 那这样的话咱们进行检查之后 接下来得下飞机了 这个咱们谁先下谁后下下多少人 这个我们有讲究吗 这个是有的 这要根据机上有没有发热的这个旅客来分区 如果是机上提前发现有发热病人的话 首先这个旅客就应该放在机舱的最后一排 相对来说离人群远一点 是 然后在下课的过程中 首先对于这个旅客密接者 就是航班上的前三排后三排的旅客 分为第二部分的人员 先下的是除了这个密接者和这个发热的这个旅客之外的其他人员先陆续下机 然后才是密接者下机 最后是这位发热的这个旅客下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怎么每次能下多少人 为了不在我们现场产生拥堵和积聚的这个现象 我们现在的流程里面是20个左右的旅客陆续的下机分批次 同时根据我们现场的工作进度还会调整下课的人数 那也就是说咱们是非常有序的 然后如果说身体状况较好的就先下 然后如果说身体状况 可能觉得有一些异常或者有些疑问的 就是往后下 是吧 对 那好 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 咱们的乘客下飞机之后的一些情况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飞机里的一些画面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感觉 在飞机里面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密闭的空间 其实在这样的空间里面 是不是如果有这种感染风险会相对较大呢 这个情况应该是有的 就因为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是吧 对 所以说其实因为是这样的话 大家如果说要选择这个乘坐航班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话 那大家可能要充分地考虑到 航班的密闭空间中可能会带来的 一个感染的一个风险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很多工作人员 也是做好了这个防护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个这个监控的画面 这个是哪一片区域呢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指定的登机桥 为了方便旅客进入我们现场呢 采用的是走路的方式 步行的方式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从这个第一号这个画面上 看到旅客陆续的走过来 这中间的距离不会太远 就减少用百度车的这种方式 也是为了减少这个避避空间的这个大家相处的时间 也就是说从咱们的飞机的舱门下来之后 基本上走两步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入口了 对的对的 我们也是划定了这块的区域 因为这块区域我们看到大家都穿着这个防护服 所以说这块其实是相对来说这个污染区域咱们叫说是吧 风险较高的区域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除了说这个监控探头之外 我们也设置了一个机位 然后在里面 导播呢也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化 让大家通过我们设置在我们的这个污染区里面的机位 来看一看现场的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旅客已经是陆陆续续的下机了 他们都很多拿着很多的行李 我看好像这边的通道就是从这边进来之后 转到这边的是吧 对 你刚才说到咱们这个进行就是登陵检查 就是上飞机检查 这个基本上是做到了百分之百检查是吗 登陵检查没有这么详细的 因为我们后续的工作中间还有三查商牌一转运的工作守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进到我们工作通教的这个环节当中的 第一个环节对于旅客健康声明的这个声明卡的审核 就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检查的部分 那是现在是不是就是我手上拿的这张健康声明卡 是吧 对 那这个的话就是这些旅客必须在飞机上去填好 这个咱们的声明卡 那在这个环节的话 咱们的工作人员需要做一些什么 做一个出核 对于上面的姓名跟详细的信息 第一首先不能露天 第二个要填的比较清晰 方便我们后一个环节的同志做流行病学的这个调研的时候 进行那个相互的配合 因为健康声明卡将是旅客路径的第一个具有法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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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资质的一个一个单证 其实我有个疑问 就是咱们这个现在很多都是手机上申请啊电子审批啊什么的 咱们为什么用纸质的这种这种申请卡 这张声明卡上的右上角实际上是有一个我们指尖的服务有一个扫码申报的方式是有电子申报的但是由于我们福建省是一个桥乡很多的这种海外归来的这个人呢主要是一些老人孩子比较多因此他们使用智能手机 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这边好像是有对一些老奶奶还有带来一些小朋友对他们使用智能手机的这个比例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也方便为了在机上能够尽快的有个填写的过程减少在等待的过程的这个时间的话一般在机上首先是发放我们的纸质申报单 但是他们也可以选择用电子申报的方式 两个途径都有 只不过的话咱们这个照顾老人家咱们可以也可以选择用纸质的是吧 对那咱们看一下这边是在进行这个申报的这个申请情况的一个核对 申请核对完之后下面他们要做什么呢 体温检测 这就是我们 这个是体温检测的这个数字是吧 对在疫情防控当中这个体温检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要素 因此我们在海关的通道上有一个红外线的体温检测 同时在我们流行病学调研的过程中间还要进行两次到三次以上的针对不同情况的旅客 体温的检测一般不少于两次 体温是一个衡量的基本要素 在飞机上就得测一次是吧 这里算是第二次吧 算是 这还是算第三次吧 飞机上只是初次的初塞 在我们流调的岗位上有一个用温度计检测的 温度计 对体温计 一个是水 对一个是额温腔 一个是体温计 这个是红外线的 红外线 检测 我们这个检测基本上能够做到一人一温度一图 是要保留图像的 它还要保留图像 对要留存的 是 对 那在这边进行体温的一个检测之后 那下面这个环节呢 我看现在是很多人就坐在这 是吧 坐在这 然后做成一排 那这个还是在干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流行病学的调查 要对旅客静静的这个有关的旅行史身体的状况 以及其他的一些情况进行询问 记录 方便我们对旅客进行进一步的筛查 好 那我现在看这边的话是正在 大家在这里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查 对 现在的话 我们在中间的话插播一个事情 就是咱们除了在我们现在的福州机场 现在在厦门机场 我的同事陈子纯也正在现场来对于这样的一个入境检疫的情况进行报道 大家可以也关注相关的报道